请模仿微信表现你最传用的表情方法 你的阿童我来讲你来听 点赞也多更新而快哦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李一峰魔幻的高中故事下集 本期视频点赞过百 将于三日内更新下集 你中学时搞乖过吗 李一峰好像一直没有叛逆期 但调皮的事可害得去了 摩天李一峰和一个好朋友 边聊天边吹牛 两个人突发奇想地跑进一家名车4S店 装模作样地排出一副 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的嘚瑟姐 专挑贵的车市价 销售运远一看这阵势 以为他们俩就是富二代 成都拿家地产大恨的贵公子 也许是芳芳的长相加上了这种误会 店员超乎寻常的热情 过完市价的干颖 林总还要开个孔洞支票说 明天就来提车 让人家等着 出门后两个人就狂笑 第二天点着烈日换家店 继续下张富二代去过干颖 除了恶作剧的快乐 在大街上溜达也不是无所收获 有天黎一峰在街上落空 有星探问他有不愿意当 温沙摄影楼的模特 黎一峰心想电视里常常上演的情节 终于落到了自己身上 虽然别人被请去拍电影 自己是被拉取当 灰沙摄影楼的模特 但好歹也迈出了成为明星的第一部 当时最火的电视剧 一天屠龙喜周纸佑的扮演者是高元月 当时最火的女名声音之一 是在1996年 在肯德基吃鸡腿时 被星探发学拍广告 再过几年 同为国民四大流量明星队的陆寒 08年留学还博士 也被星探发学了 几年后回国在 曼圈兴起一篇西风训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故感 黎一峰从中学派到大学 也仅停留在很不特 但却凭借自己的能力 赚到了钱 第一笔收入就两三千块 给全家人都买了礼物 转眼就到了高尔芬班的时候 理科成绩不大和黎一峰 选择了文科 被分到了七半 文科班男生比较少 只有15个 班主任陈雪梅调座位的时候 把稀有的男生 分到每个大组 平衡下阴阳 但黎一峰的座位比较特殊 前后左右都是男生 班主任一时做了个金钟罩 把黎一峰和其他女生隔离 其他女生的变化 则是暗暗进行的 慢慢地搬离流行 输个歪辫子 女生们撒娇 发点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 最明显的就是拖地的女生 每次都在黎一峰的座位 时间拖 仿佛要把地拖穿 黎一峰的定力一如既往 依旧是上课发呆 下课睡觉 我也不知道是具体在哪一个时间 哪一刻 然后别人会这么夸我 但你就是感觉每个女生 看你的眼睛都色眯眯的 你就知道 西班的水云老师 是个三十岁的热血青年 每次都提前到教室 打预备零的时候就开始上课 谁要是迟到了 就会被直接忽视 冷藏到教室外面 直到老师上课 江湖人称麻辣教室 波波 被波波两次发险打瞌睡 就会被去教室后面爬站 爱瞌睡的黎一峰 自然少不了被骂 结果就是 李克尔滚到后面些站起 高中学老师特别厉害 太凶了 所有同学 他每次是怎样呢 他每次是怎样 来 他每次 就是讲台 讲台他上来 但是他没有上来 他不说话 但是他考试 他就这样拿一下 直接在那 然后课代表一拿去 他发了 太拽了 我说 太拽了 一句话都不愿意说 你说一句考试 你说一句上课 你会怎么样 就这样 可以讲了 讲了 然后 然后 有人不专心听讲 他也不说话 他就想写日的感 他看到 就说话 我说太拽了 太拽了 然后本笔就发 我说太厉害了 太好吃了 然后 这里要说下 李赫是黎峰的存有名 原来是刚流行 名字运势大分人见识 李妈妈因为 李赫这个名字 得了朝地分 就给儿子改名叫李赫 名字高中前就赶了 但高三后才开始正式使用 李一峰是个日久深情的人 还记得我们前几集视频中 李一峰喜欢的人 都是平日里接触酒的 偷漫同学 后来成为明星后 也承认会喜欢上 大戏的女演员 是两个 不错的好朋友 然后呢 可能 不会想到说 两个人会谈恋爱 然后会去初恋 觉得这个女生 很 不是我喜欢的那样的 然后可能女生也觉得 这个男生 也不是我喜欢的 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 日久深情 大家在 对 就初恋就这么发 这次也一样 李一峰喜欢上了 同班同学的大飞 李和疯狂向大飞的闺蜜交接 大天有关她的一切 她的交通住址 手机号码 喜欢的颜色 讨厌的人 二人的游戏 甚至大飞每天上学的路线图 都要给她画出来 最要命的是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李一峰还给交接家打电话 问她大飞喜不喜欢漫画 害得交接妈 以为她在耍朋友 终于有一天 李一峰觉得时机成熟 乘客的时候 把交接的文具抢出去 然后神明兮兮地说 你等一下把这个文具拿给她 交接当时正听的专心 没有领堂 随手把文具放在一边 下后放学 李一峰蹭猛地找到交接 结果交接把事情搞忘了 李一峰只好自己去往美女住大飞 晚上交接回到家 拿出文具和做作业 看到一张小小的纸条 你愿意做MySBF吗 李一峰又是今年的英文告白 还把英文语法搞错了 第二天交接看到 李一峰和大飞一起进交室 就知道李一峰昨天告白成功了 关于告白 有句话说 我喜欢你就像是烟火深空 会在心里每一个小地方 都绽放小小的样化 在心里噼里啪啦地炸开 好了 这就是明星纪录片 李一峰系列的第五集 大学时普通道不起言 拒绝参加快乐男生 加油好男儿 李一峰让票世界 大学时机的李一峰 到底发生了哪天有趣的故事呢 如果点赞过来 三天内更新哦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